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包含了五组在地业者与设计师合作的特色文创产品 及首次经城市品牌认证的12件商品 融合地方特色与设计巧思哦 一起来瞧瞧 将包装撕开一整根的飞鱼卵香肠立即可食用 在地经营数十年的博胜行与学术机构合作 除了比其他业者多三倍的飞鱼卵含量 更打破了传统香肠必须先煎烤才可食用的限制 成为极富商机的即时性产品 连续测试了三次 测试了三次以后 研发了一个即时香肠 你拆开以后就可以吃 拆开以后就可以吃 它这个是我的商品以后 等于说我的商品拿过去以后 它有机器高压熟成杀菌 金融好物 山海潮 以山海潮为主题 迈入第八年的金融市文创辅导计划成果出炉 共有五组业者与设计师合作发想产品 包括可及时的飞鱼卵香肠 重塑品牌的金融市融会蜂蜜 老常生汉方药膳食品 以蜂蜜露茶的生食漆茶 及揭取金融八景地景样貌色彩的诗精礼盒等 将金融市的文化 美食 美景等元素 透过设计创新导入 变成可以带着走的故事产品 是将无形城市特色 化为有形城市纪念品的最佳典范 我们这八年来所努力的 然后大家共同集合的 我们做了一个发表会 那金融大家都知道 我们有山 有海 有港 尤其浪潮 那这些都是设计很好的元素 金融的文化 大家都知道是很早 优久历史 那这一个文化有很多故事 怎么结合商品 让它形成一个故事 可以带着走 这也是设计师 他们精心去把 现地的状况 去结合设计出的 商品 产品 然后这些我们也经过 相关的认证 然后我们也希望做一个 很好的推广 希望大家来基隆 可以有好的东西吃 有好的景色看 有好的伴收礼可以带回去 另外 金融市文化局 今年也首次推出 金融好物城市品牌认证计划 透过与产业发展处 及观光级城市行销处的 跨局处合作 成立全新城市品牌 共选出12件代表 金融的城市品牌商品 希望透过城市品牌的建立 提升金融地方特色产品的 文化价值及竞生力 也扩大金融好物的知名度 及品牌形象 各县市来说 我们算是一个 非常独特的一个单位 就是我们的跨局处的整合 其实非常的紧密 那在这一次做 我们就用好物的辅导 跟把惩罚处的 十大伴手礼带进来 不同的计划的连结 我们在这次里面 得到很好的一个发挥 这里有非常多 其实原本就是 农鱼的特色产品 加入了一些文化底蕴以后 它变得更强大 过了两个阶段的评选 邀请了非常 振动坚强的评审 做了两天的评审 好物的标章 希望我们能够打团体 展榜的商品 带到其他县市去 金融市文化局方面表示 这12件获选商品 日前已受邀参加 2022松烟风格职人市集 与全国多个县市共同展出 未来希望透过征选 计划辅导更多商品 加入城市品牌认证 让国内外民众 有机会体验到更多元的 基隆正港风味 城市品牌 基隆好物 记者张启潭 金融报道 中央宽评 吉隆 盛尽社会责任 开放专业摄影棚 让学生参访 并安排讲师 分享播报技巧 协助基隆学子 录制谈话节目 展现艺术领域的 专业所学 崛起于加密 艺术交易热潮的NFT 您熟悉吗 还有AI偶像 进军演艺圈 目前有多亨 基隆商工 广设系学子 跟上时代潮流 不止深厚基本功 更将学习的触手 向外延伸 以突破设计迷思 非同质化代币 人工智慧绘图崛起 及用色大胆的 日本服饰会等主题 展现探究后的自我观点 比照谈话节目的模式 将科技资讯 艺术设计 与媒体素养 发挥得零零尽致 基于NFT 通常是以图像 或是音乐的形式呈现 所以也可以说 这个是作品的价值 中江快评吉隆 善尽社会责任 推出中家学院与学校合作 开放摄影棚 并安排讲师 分享播报技巧 今天来到这边 最大的收获 就是练习口说的部分 因为在未来上大学 所以我们要进行面试 今天的话就练习的特别多 跳冰胖 跳冰胖 并协助金融学子 录制谈话节目 展现专业所学 今天的中家新闻 给我们这个机会 让我们的孩子啊 能够来到实体的摄影棚 然后过往我们都是在纸面上 在教室上跟大家分享 没想到实际来到 接受了这样的 两个小时的震撼教育 我相信对他们回去之后应该会印象深刻 想要坐上台可得像功夫 学生们分组寻找与艺术相关的主题 试着用自己的观点探究 更制作首卡 藉由参访吉隆学播报 学表达 不只体验目前 还要深入幕后 了解节目制播 每个环节 环环相扣的重要性 深刻的部分 就是在楼上的副控室 我觉得就是像影音后制啊 还有一些效果的安排 这个就是我们在导播台都可以看到的 中江宽品吉隆 善尽在地媒体的企业责任 对在地学子分享节目制作 与摄影同相关设施 透过体验媒体作业的流程 共同促进媒体试读的工艺教学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导 崇佑影科技大学积极投入无人机教育 在校园内开设了一座 符合民航局考场标准的无人机练习场 成立无人机产业创新基地 乘观学街牌将为基隆无人机产业 培育英才及开发技术 无人机缓缓升空 大秀特技 让台下贵宾大开眼界 请接牌 崇佑科大无人机产业创新基地 正式接牌 邀请了产观学界一起见证 因为乌窩战争 无人机成为现在的主流 而学校在现在也完成了 河湖民航级无人机考照的场地 可以提供我们基隆市民 原地考照 原地训练的一个场所 今天成立这个基地的目的 是在参与政府 在推动无人机产业的创新升级 结合产观学来研究发展训练 无人机的所需要的产业人才 在校园内设置一座 符合民航局标准考照无人机练习场 包括中部 民航局副局长 立委 蔡信 及基隆市政府 官销处长 惩发处长 都应邀出席 崇佑科大表示 未来将投入基隆 无人机产业的培育 及开发技术 我们无人机的推展 目前整个产业发展 是我们整个政府正在推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项目 那我们当然很乐见 就是各县市政府能够主动积极来推动 这无人机的产业发展 涉立这种无人机的课程 人才培训跟这个基地 那当然基隆是这一次 第一次提出来 而且由学校来在办理这种的一个训练 我们非常乐见其成 而且会给予协助 北部地区多雨潮湿山坡地的地形 其实跟南部是不大一样的 那因为这样的基隆的特殊地形 以及还有东北季风的特殊地形 我们发展的无人机的 这样的一个产学的过程当中 其实是整个的需求 或者环境的变速 环境的差异 环境的参数 事实上是跟南部不同的 那透过崇佑引科技大学 这样的一个产学中心的创立 我想今天基隆市有很多相关的单位 像我们的消防局 产业发展处也都会来到现场 代表着说我们未来中央跟地方 会合作继续来推动无人机的发展 不仅仅是培训专业的人才 同时成立一个新创的基地 而这个新创基地 未来就是一个培育人才 跟能够考证照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乐观这样的一个发展跟成果 我们也希望未来越多的这样的一个人 在基隆能够透过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个角度 来看整个基隆更全貌 然后更漂亮的一个海洋城市 无人机的应用上面是政府有很多需要 协助的地方 例如说像最近天雨 那有很多的这个吐司滑落的情形 那我们就需要无人机这样子的设备 来做勘灾或者是相关灾损的评估 所以说我们会希望说这样的产业 那透过重用无人机基地的发展 在基隆能够落地生根 过去北台湾没有一个标准无人机 考照练习场 让不少考生相当不方便 以往的话我们要练习以及要考照 甚至要更进阶的话 制作一些相关的产业的时候 其实基隆是没有场地也没有资源 可以跟我们这样做练习以及考试的 那现在在农友 以及在无人机协会的帮助下 那我们可以去协助我们去做考照 而本身有无人机队的基隆市消防局 特别派人前来观摩 未来将透过产学合作 加强和学术单位技术交流 那我想我们消防局 目前的无人机我们有17架 包括热影像 包括那个投掷 广播等等无人机 那可能在我们厨佑这边 很多的飞机 它是更广域的 它是军用的 比较大型的一个无人机 那在应用上面 也会有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但是我想 这个是教学香肠 那我们两个单位可以互相来结合 然后呢 对于我们北台湾地区 基隆地区 甚至全台湾地区的 对这个飞行有经验 或是有兴趣的一个在地朋友 都可以创造更优质的一个能量 从旧科大 过去在无人机 教育训练方面 有丰富的教育经验 两年前开始 已经累积训练 及辅导1200多人 若能够成功向民航局 申请成为正式的考场 江可嘉惠基隆市民在地考试 记者黄少铭基隆报导 基隆Let's go 打造基隆四大就业基地 串起北北基河谷狼带 基隆市长候选人 1号谢国良 一定实现 推动短中长期计划 改善通勤主问题 提升公车量能 R路线由四五接手 台北约票搭四公车免费 推动基北通勤月票方案 持续征辟国道快捷公车 开辟市区跨区路线 国道1号拓宽 征辟7组达道 鼓励双北公车到基隆 全力推动基隆捷运 肯定尼佑昌票投蔡思英 我是童之伟 四年来我推动改造市中心地下道 改善妙口自来水管 振兴委托行商圈 让年轻人留下来 基隆要持续进步 请坚定支持 唯一支持 认真做事的童之伟 我是郑文婷 我推行爱心冰箱 还有免费法律咨询服务 郑文婷有一个会让我愿意站上台 而且用力的推荐她的原因 是因为她有正义感 仁爱区郝议员郑文婷 恳请支持 中加宽屏最狂双十一来了 申办家用宽屏 每月最低三九九元起 光鲜上网1G也只要六九九元 再想两大好礼 给你三十五个数位频道免费看 还送4K智慧机上盒 让你在家轻松用电视看YouTube 十一月八号起 限时五天要办要快 请不吝点赞 欢迎回到中加新闻现场 民进党金融市长候选人蔡世英 与立法委员陈寅 在中正区进行车队扫接时 提出了多项原住民政策 民进党金融市长候选人蔡世英 与立法人陈寅 及中正区市议员张浩瀚 市议员候选人徐瑞慈 一起在中正区进行车队扫接拜票 蔡世英也宣布原住民政策 包括年度预算从3000万 提升到4500万 修缮各区原民会馆 配合中央补助原住民微型创业 以保险及老人免费装甲牙等 第一个就是我们原住民的预算 要继续来增加 在过去右上当市长的时候 我们金融市原民的预算 已经增加到一年大概3000万左右 那未来我有个目标 再增加50% 到达4500万以上的预算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七区的 原民会馆的修缮 那是因为过去这段时间以来 参加了七个区的 原民的相关的活动 觉得会馆有修缮的必要 所以未来适应商人之后 未来编列预算 修缮原住民会馆 那第三个就是我们 配合中央 补助我们的原住民的 相关的微型创业 保险等等这个部分 我们在这个部分 会持续来推动 那刚才 陈英文他过去跟我们在立法院里面 其实有推动一个更重要的政策 就是原住民装甲牙的补助政策 那这个其实跟 这件事情跟基隆市的装甲牙政策 其实是一致的 那基隆市的装甲牙 老人装甲牙 现在是在65岁的部分 那我们原来的预算是一个人4万块 可是我们认为这几年 因为物价的调整 所以我们未来会调整到 4万5千块 那这个部分 市盈也会继续来推动 来支持 那特别增加 针对原住民的部分 因为原住民其实已经 已经有一个政策 就是55岁来起跳 所以市盈未来 会把老人装甲牙的政策 在原住民的部分 就是55岁 比照我们一般的 我们的年老的长者 那我相信这就是我们 对于原住民政策 最重要的一个推动 中央跟地方的结合 其中老人免费装甲牙部分 原住民不但是用年龄下修10岁 甲牙补助更全面提升到 4万5千元 超越许多县市 让原住民立委 陈寅非常感谢 甲牙补助的部分 那过去中央 其实在我积极争取之下 我们平均余命比较短 只有大概少 汉人大概10岁左右 所以这个部分 也谢谢市盈 那希望他顺利当选之后 我们除了就是说原住民 55岁开始补助甲牙 原先的3万块之后 那也比照就是说 基隆市的这个老人甲牙的部分 全面提升到4万5千块 我想这个也都是 超越其他县市的补助 一大早 蔡世英也与市议员陈寅一起到 广客运基隆站和港西街客运站前 发送北北基陶首都通 1200元吃到饱政见文宣 希望争取通勤民众支持 也获得许多市民认同 期盼能早日实施 而对于竞选对手指前台北市长郝龙斌 2015年曾协助争取2088 蔡世英表示 2088是基隆市长牛昌上任前 与台北市长柯文哲三点公司基础下进行推动 在2016年3月正式通车 他不知道已经卸任的郝龙斌如何协助 蔡世英更回批郝龙斌在台北市长任内 反而是抹煞基隆捷运的筷子手 大家如果记得2015年2014年的时候 我们当时在基隆市市议会 我们有做一个决议 请台北市政府帮忙来接受基隆市政府的委托 就汐止民生县的捷运延伸到百福社区 进行协助规划 台北市最后这个案子也没处理啊 台北市也没处理啊 当时的市长就是郝龙斌啊 他现在有什么脸来基隆市 告诉基隆市的市民说 他关心基隆的交通呢 蔡世英中午也到民进党中央党部参加 延续五星光荣进步永屋回头记者会 民党主席暨总统蔡英文表示 距离投票日只剩17天 呼吁基隆市民选队人会做事 票投蔡世英为基隆城市发展做出正确决定 延续五星级执政的光荣 记者张琪辰基隆报导 前台北市长郝龙斌与国民党基隆市长候选人谢国良 特别从台北搭乘2088来基隆 郝龙斌表示 谢国良不断为通勤族争取权益 保证他是一位好市长 后面上是前台北市长郝龙斌 跟谢国良一起到仁爱市场 将选民很多败票 现场还有多位国民党市议员 共同拉台宣誓 为选情加温 谢国良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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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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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国良 拜托 我们一定会挣到钱 全外市场生意会越来越好 谢谢 謝謝 好 謝謝 好 好龍坤也提到 從基隆通勤組的角度來看 首先是要讓基隆的公車系統 能夠健全 優化公車能夠準時 對他們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為要改善交通就是公車優化 公車不拖搬 公車準點 公車穩定 那國良已經掌握到整個基隆交通優化 公車優化的重點 而且跟我做過詳細討論 尤其我想2088大家很清楚 當初我在爭取的時候 謝國良是立法委員 而今天在場的幾位議員 當初都是跟我們合力來積極爭取這件事情 當然現在2088變成很重要的一個 從基隆到台北通勤族 很重要的一個交通運輸工具 那基隆的交通 還有很多可以改善的地方 就像我講的交通優化的問題 長遠來講 我們輕軌或者捷運的問題 這些謝國良都有清楚的一個構思 我完全了解 所以今天到這裡替他背書 尤其像9026最近有些問題發生 謝國良也在積極的想辦法來提醒業者改善 我覺得這也是交通誘化很重要的一件事 至於前市長郝龍斌訪問當中提到爭取2088國道路線 基隆市長林又昌則提出了反駁 成績快捷公車要推動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就是台北市必須要同意 這個開放他的黃金路權給基隆 所以在剛當選之初 我跟柯文哲市長達成共識 台北市開放路權 那基隆來爭取申請以及規劃 所以在通車的時候 我也特別邀請柯文哲市長 一起來出席旅會 記者黃正生基隆報導 守護外木山行動小組聯署推動基隆滬海公投 公布基隆五名市長候選人簽署 拒絕外木山四街填海造路的承諾書 謝國良 曾國民 黃西賢及陳維仲等四人簽署 蔡生意則被列為缺口 基隆市長必逃避 完整答題別逃避 完整答題別逃避 不給公投票 不給公投票 直接投選票 直接投選票 高喊基隆市長必考題 不給公投票 直接投選票 年底選戰進入最後白熱化階段 由公民團體和環保團體組成的 守護外木山行動小組 特地召開記者會 針對台電要在外木山協和發電廠填海造路 新建第四天然氣接收站的爭議 公布基隆市五位市長候選人 一號謝國良 二號陳維仲 三號蔡適應 四號曾國民以及五號黃熙賢 是否簽署同意或不同意填海造路等三個問題 承諾書的結果 其中只有三號蔡適應沒有簽署而被標示缺考 把基隆市市長的選舉九合一大選之前 我們必須要把這個必考題要求市長候選人能夠有一個清楚的態度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提案人送進基隆市政府之後 從六月十七日到目前為止 宛如石城大海 我們沒有看到基隆市政府對於這件事情能夠有一個明確的回應 守護外木山行動小組在記者會上強調不反對能源轉型 同時邀請五位市長候選人到這場記者會 再次表達立場和說明 但是只有二號市長候選人陳維仲以及五號市長候選人黃熙賢親自到場 一號市長候選人謝國良則指派發言人到場參加 不過面對媒體詢問 如果當選市長後 針對新建外木山第四天然氣接收站的爭議 身為市長第一件事要如何處理時 只有陳維仲和黃熙賢明白給出具體答案 如果我當選基隆市長的話 我會要求台電立刻停止對基隆這樣子的 最爛的填海造地的方案來做這個附屬設施 而且它是作為一個只用二十年不到的附屬設施 這件事情其實是基隆市政府的地方的自治事項 這個是我們完全可以要求的 那也為了我們守護我們的觀光產業 還有整體的生態以及漁業的發展 還有我們基隆港的生機安全 當選基隆市長我就可以直接來跟台電協調說 我們不應該現在在這個階段上面 要來使用LNG的天然氣 我們其實可以花一些時間來盤點說 我們其實可以現在讓協和電廠 就來轉型為再生能源的電廠 而且這件事情因為在北東電網的缺口上 台電自己說其實也只是缺了五十萬千瓦的容量 基隆市其實有機會可以讓台電再緩一緩 重新思考這個計畫 讓我們能夠回歸能源轉型的初衷 而且真的對環境永續還有守護我們的海岸跟基隆港 也讓協和電廠可以直接達到能源轉型的最終目的 就是轉型成再生能源的電廠 我當市長第一件事就是把那個吻應該要屁過去吧 這個召開公聽會 我們事實上今天在這個記者會上 我相信還有很多市民他們並沒有看到 所以我認為應該要召開馬上召開公聽會 第一個第二個召開這個雙方的一個辯論 我相信從我們這個環保團體所收集的資料 各方面看到的東西足以讓台電去改變他們的想法跟做法 所以我這個覺得這是刻不容緩 一個就是剛剛講的那個紋壓在基隆市政府 這個不躲這個要馬上簽過 第二個馬上舉辦這個公聽會甚至辯論會 把雙方的意見完整地呈現給市民 也讓中央也讓全國看到基隆在為這一塊土地 這一片海洋捍衛上的決心 我市長絕對支持 這場記者會也邀請相關公民團體代表 在現場發表重視能源轉型 也要守護海洋環境的重要性 而包括中正區一號市議員候選人張淵翔 安樂區二號市議員候選人江欣怡 以及平地原住民一號市議員候選人 本來奴隸老王也在現場響應支持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集中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央新聞的臉書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崔小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有人跟我告白 有人跟我告白 我拒絕他了 從那天開始 他每天出現在我附近 還會發很多奇怪的訊息 怎麼辦 別擔心 從民國111年6月1日起 此類跟踪騷擾行為都屬於犯罪行為 被害人可提出告訴 警方也會對加害人開出書面告解 兩年內再有跟踪騷擾行為 被害人可向法院申請保護令 違反保護令者 可處三年有期徒刑 攜帶凶器者 最高可處五年有期徒刑 追求心儀對象 請尊重他人意願 杜絕跟踪騷擾行為 刑打110報案 內政部警政署關心您 每個人都應該為了自己的選擇而負責 太困難 太困難了 太困難了 太小自學了 太困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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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人 太困難了 怎麼 overly 離合結婚 妳 妳 這個 综合不知道我是谁 我只是要追求他而已 不要去骚扰我了好吗 警察动手了 警察先生 这个人骚扰我同事 我没有 请跟我们回派出所一趟 我们了解一下 先生这边请 可是 我只是送卡片而已 我怎么了 警察先生 我只是追求女生而已 我哪里有犯法了 先生 你已经涉嫌触犯 跟踪骚扰防治法了 后续也会请家房官 还有社工人员也助您 这边是你的告诫书 警方在这边 严正告诫你 不得再有这些骚扰行为 喜欢一个女生 你应该更尊重她的意愿 你自己应该可以 做更好的选择才对 小米小姐你好 这里是大安分局的防治组 目前你的案件 我们已经列入密切的关注中 如果有什么样的状况 请您要特别的留意一下 自身的安全 先生 前面没人 我喜欢这样 他就是留守住人 麻烦通报一下 动了动了 春 scripts 你们搞的 怎么过 我们照相 没人 南海 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自由 而同样也有说不的权利 尊重他人的意愿是非常重要的 希望您也能做出正确的决定 免得后悔莫及 遭受到令人不舒服的追求 更要勇敢说不 寻求帮助 我们会是您最大的后盾